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討論的是Zoom 首次使用請加入二日網址 在使用視訊會議前,我們需要先註冊一個個人賬號 按下右上角的免費註冊,輸入出生日期,按下繼續 然後需要輸入電子郵箱的地址,然後按下註冊 老師就需要去到電子郵箱中找回Zoom啟用電郵 按在Zoom啟動電郵內,按下啟用帳戶 在這裡,因為我們註冊機是個人帳戶,按下繼續 然後需要輸入你的姓名和帳戶密碼 設置好之後按下繼續 按下跳過,老師你的個人帳戶就註冊好了 在使用視訊會議前,我們需要先去到個人帳戶裡進行一些設置 按下我的帳戶,進入帳戶裡,會見到你的個人會議ID 這個ID是你會議室的專屬ID,學生可以透過這個ID進入你的會議室 如果我們使用個人免費版本,這個ID就不可以變更了 如果需要變更,是需要升級到付費版本的 按下左邊的設定,老師可以打開等候室這個選項 學生在進入到會議室之前,會在等候室等候 這個時候,老師可以逐個學生點名,然後批准他們進入你的會議室 然後,老師可以打開讓參加者進入時正音這個選項 學生進入到會議室的時候,會預設將他們正音 然後,可以打開分組討論會議室這個選項 這個功能,可以將學生分成不同的小組進行會議 這個功能我們稍後再講 老師在電腦使用Zoom的時候,可以透過網頁版 或者Zoom的會議用戶端軟件 在這裡,我就建議你用回用戶端軟件 因為功能比較全面 老師加入這個網頁之後 在下載中心下載Zoom的會議用戶端軟件 並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之後,啟動Zoom的用戶端軟件 然後按下登入,登入你剛剛註冊好的帳戶 在進行會議之前,要確保你的麥克風和鏡頭已經設置好 按下右上角的齒輪進入設定的版面 按在視訊這一版,選擇一個對的鏡頭裝置 然後在音訊這一版,選擇一個對的麥克風 老師說話的時候,會見到這個音量條會有變化 那就為之正確了 當然,你可以按下左邊的按鈕進行測試 如果老師所處的環境比較嘈雜 可以搭開抑制背景噪音功能,將它設置為高 然後在背景語類鏡,可以使用虛擬背景去補助你的私隱 在錄製的版面,老師可以改變錄製會議時的檔案儲存位置 另外,是不是需要為每位發言人單獨錄製音軌? 完成設定之後,可以關閉這個視窗 如果老師需要進行排程會議,按下排程 設置好基本資料 完成設置之後,要留意 個人免費版,如果多個3個用戶進入會議室 就會有40分鐘的限制 然後在會議室ID,會有兩種選項給你選擇 一種是自動產生,一種是個人會議ID 自動產生的意思是 每次進行會議時,房間的ID都會不同 在這裏,我就建議使用個人會議ID 就可以不用學生每次進入你的會議室,都要記住一個新的ID 然後設置你的會議室密碼,保障你的安全 然後可以打開等候室的選項 學生在進入會議室之前,就會在等候室等候 在老師批准了之後,才可以進入會議室 進入會議室的時候,是否預設打開這個視訊鏡頭 以及將這個排程會議,加入Outlook 或者Google日曆,或者其他日曆的裡面 最後,在進階選項裡面 可以開啟加入會議時正音這個選項 學生進入會議室的時候,就會預設了正音 完成設置之後,可以按下儲存 然後就完成你的排程會議了 在這個畫面,就可以複製你的會議場景 透過其他方式,分享給你的學生 在畫面的右方,會顯示你即將進行的會議 老師就要留意了 另外,在會議這個版面 看到你預設了的排程會議 老師都可以在這裡複製你的會議場景 去通知你的學生 又或者按下編輯 編輯你們的會議訊息 如果老師需要進行即時的視像會議 可以按下新會議這個按鈕 在新會議旁邊會有一個下箭咀 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是代表進行視像會議 預設打開鏡頭 第二個,就是你需不需要使用個人會議ID 完成設置之後,可以按下新會議這個圖示 進入會議室 如果早前已經設置好你的音訊裝置 按下使用電腦語音設備 否則按下語音設備測試 進行你的設置和測試 按在會議版面的左下角 會有咪和鏡頭的圖示 按下便可以將裝置停用 再次按下便解除 鏡頭都是一樣 然後可以按下右邊的箭咀 進行其他設置 如果早前打開了等候室這個設置 你就會見到,在學生進入房間的時候 就會在等候室 老師可以選擇 是否批准他們進入會議室 在右邊你會見到語會者的版面 這個版面是按下語會者的選項去打開的 老師可以在這個版面裡面 看看哪些學生已經進入會議室 老師可以將那邊的學生正音 又或者不讓他們分享他們的鏡頭 又或者按下下方的全體正音 將所有學生正音 在這裡可以限制學生 不讓他們自己解除這個正音 在畫面的下方 安全性裡面 會有幾個選項可以限制學生的功能 例如不讓他們分享畫面 或者自行改名 又或者不讓他們解除正音 那老師可以等有需要的時候 才能啟動這些功能 鎖住會議 是指當啟動這個功能的時候 會議室就會鎖定 不讓其他人進入 那我就建議 在學生進入完之後才好啟動 按下方的聊天 可以打開聊天室 老師和學生可以透過文字訊息進來溝通 而發放的訊息 可以給所有人 或者指定的學生 另外 可以在這裡分享你們的檔案 一般來說 主畫面會顯示發言人的畫面 老師可以鎖定顯示固定的畫面 按下取消鎖定 就可以解除 又或者按下右上角的圖庫檢視 以排列的方式顯示所有的畫面 老師可以因應你的需要選擇 如果老師需要六隻這個會議 可以按下下方的錄影鍵 那會議就會開始錄影 完成的時候 按下停止錄影就可以了 在整個會議結束之後 六隻的檔案就會自動轉回成F4的格式 如果早前已經打開了分組討論的設定 在這個畫面你會見到分組討論的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 老師可以將學生分配成不同的組別 在他們各自的會議室進行小組討論 在這個畫面 可以設定將學生分成多少組 例如我將四個人分成兩個組 在這裡 可以選擇隨機分組 又或者手動分組 我選擇隨機分組 每組就有兩個人 按下創建討論群組 就會見到會有兩個組別 然後每一個組別裡面會有兩個人 如果老師想將學生交換 可以在學生的名稱旁邊按下交換 和其他組別的學生交換 又或者將學生移到其他的群組 在選項裡面會有幾個設定 第一個 在自分組討論開始的時間 自動將學生轉移到他們的討論室 如果不勾選這一項 學生就要自己確定進入到會議室 第二個選項 在指學生是不是可以隨時離開他的討論室 返回到這個主會場 我就不建議勾選了 第三個選項 是指什麼時候會關閉這個小組討論室 例如10分鐘 在10分鐘後 小組討論室就會關閉 學生就會返回這個主會場 第四個選項 是指小組討論室完結的時間 會通知老師你 老師可以決定 是不是關閉這個小組討論室 如果關閉 學生就會返回這個主會場 最後一個選項 是指關閉小組討論室的時間 會有一個倒數時間 在倒數完結的時候 全部學生就會返回這個主會場 完成設置之後 可以按下分組討論 學生就會自動分配到他們的會議室 進行討論 老師可以發放一個群體訊息 傳送到每一個學生 讓他們都看到 然後如果學生有問題 老師可以按下加入會議 進入到他們的會議室 和他們一起討論 老師可以在會議完結前 提早按下分組討論結束 結束這個會議 又或者等時間完結 如果老師需要和學生分享螢幕 可以按下分享畫面 會有幾種選擇給你選擇 基本這一版裏 例如分享螢幕 就是把你電腦整個畫面 分分給學生看 又或者可以透過白板 用文字和繪圖的認識 去進行教學 又或者分享其他應用程式畫面 例如我按下螢幕分享之後 學生就會見到我電腦螢幕的畫面 進行教學的途中 可以按下上方的註記 透過文字或者繪圖 去進行標記 提示學生重點 如果有需要 可以按下清除 清除標記 又或者儲存 儲存成圖片檔 然後可以授權給學生 使用你的電腦裝置 透過遠端控制 去編輯文件 例如我分享給Peter Peter 可以透過遠端控制 控制老師你的電腦 就可以共同編輯這個文件 完成之後 可以在右上角 中斷遠端控制 完成之後 按下停止分享 可以結束分享畫面 最後 在分享畫面裡面 進階的這一版 會有一個新的功能 是透過畫中畫的形式 去進行教學 我選擇這個功能 選擇教學的Partpoint 學生就會見到我Partpoint畫面的時候 會見到我畫中畫畫面 這個方法 可以增加學生的參與感 老師可以進行調節畫面大小 和擺放的位置 然後進行教學 完成之後 只需要按下停止分享 便完成了 最後 如果老師需要邀請學生 按這個版面 老師可以透過按下左上角的感探號 去看回會議室的詳情 然後 跟學生分享這些資訊 又或者在與會者的版面 下方的邀請按鈕 可以透過電子郵件 去邀請學生 又或者 按下複製 複製回會議室的詳情 分享給學生 這樣學生 就可以透過連結和密碼 進入到你的會議室 今天Zoom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你 拜拜